文化財務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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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有參加這一次節電競賽獲獎 真正的績效是我們一位菜經理 因為他在忙所以沒有辦法參加 他推派我來幫忙 節電的部分其實在 剛才高冠有講過 我一入場就覺得說這個公司的管理真的是非常的好 那我們在102年廠建置到現在 光一個人員的動線還有一些 所謂一些節能的一些整理方面的話 確實真的 從進場到現在我就覺得 還有很多可以學習的地方 這是另外的話 那也感謝綠機會有給我們這個輔導 那今年的部分我們有申請做 碳水足跡的一個改善 那碳水足跡的話其實相對於能源的部分 其實也是一環 那他可以追究到你場內的整個運作狀況 那可能會發現說哪裡有漏掉的能源 還是說可能需要再精進的部分 那報告的大綱部分大概分成五項 那第一項就是公司檢介 第二項是能源管理查核制度實施的情形 那第三四項的話就是近三年的一個狀況 那第五項的話就是104年整體節約的一個用電成效 那玻璃公司的話在西元1983年成立 那我們公司的話主要是一個化學品的一個物流廠 它本身一開始只是一個算是物流 算是貿易商 那在貿易商的部分就像高官之前剛才講的 可能從公司裡面大家都賣一樣的東西 那久了之後就變成消價競爭 那市場是一樣大 但是會賣的人越來越多 那市場如果說緊縮的話大家又緊縮 那怎麼樣生存就是一個是管理 另外一個就是你要有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那玻璃的話除了我們在賣共通性的一些化學品之外 我們有在推展一個客製化的化學品 那例如說我們最近有接到一些case比較特別的 例如說一個18吋的一個那個鍍芯或是電鍍的一個鋼圈 那它這個產品就是客戶的產品 它可能在製作上發生了一些問題 但是它的鋼圈是好的只是表面的徒步出問題 那它只是要把表面的一個徒步的東西清楚而已 它不希望去報廢它的一個產品 那它就拿來給我們公司做一個客製化 那客製化的方式就是我們有一個RD研製中心 它針對客戶的需求它的徒步的一個原料 我們怎麼樣去把它把它去除掉 那我們有一位張博士他是化工博士 他就針對化學品的部分很熟悉 那它知道說徒步的一些原料 我們自己去克制 試著把它的問題解決 那當解決了之後 這個item就是我們台灣玻璃的一個客戶 而這個客戶部分 他要換別家可能就有一點困難 這就是我們未來的方向 那上列的部分就是我們主要的一些產品類別 電子化學 那就是一些高科技的一些電子糖 那它本身的話就是化學純度要高 然後particle一些雜質部分一定要少 所以屬於電子級的化學品 那也有供應工業型的化學品 那先進材料 那這個部分我們還有一個 就是專賣一些特定的一些化學 一些儀器 那最近有 有算是一個完成的案例就是 提供那個軍方賣一個X光機的一個偵測 我們這個廠的成立部分 使源於柯達軟片 那我們 呂總針對 從30年前跟柯達合作 那代工 應該是說貿易 所以 當台灣的代理去做一個銷售 成立起來的 在廠區的介紹部分 全廠的一個平面大概3400平 地平面 那建築物的平面圖大概17000多平 那這裡是大門守衛室 這裡是RD 研製中心 那廠內有設 因為是70%的一個物流廠 所以這裡有一個自動倉儲 那自動倉儲它可以 除放5400個板位 佔板位 那它可以有效的節省我們的工廠運作空間 那這裡一個C倉 還有一個B倉 那B倉的部分的話本身就是 因為消防規定 它需要所謂的有機溶劑 液染物品的部分 要危險物品的一個放置規定 那這裡的話是一個A倉大樓 那這就是我們主要的命賣中心 做分裝作業用 還有出貨 那是大概的一個區域介紹 這就是 這就是公司的一個正門的一個圖像 節能的部分 其實都始源於我們要做Costdown 那Costdown的方式 除了做一些申請修改 還有一些設備的變更以外 其實 就像剛才前兩位的一個節能方式一樣 許多都是要先確認廠內的一個用電狀況 再做節能 那我們這個廠的話是在102年做設置 就是說建置完成 那才進駐 所以這大概四年多到五年之間 那能源控管的話 因為廠內的一個作業 不是24小時 它是白天班 六日也會休息 那能源控管部分就變成 大家都下班了 裡面有什麼東西在耗電 都不知道 那在建廠的設置部分 我們就有設置一個中央監控系統 那一個電腦的話 它可以連接到照明消防 還有照明消防 還有一些周邊的設備的一個監控 那我們也可以做遠端的一個連結 那這部分的話可以節省作業人力 那在管理的部分 目前是由我們產物有三元做一個管理 那一樣跟作業人員一樣 上下班時間是一樣 但是我們物流或是說一些客製的運作 它不可能說你下班了就下班 但是我們的運作設備 是不是要隨著作業人員一直起起停停 或是說開開關關 那這部分沒有辦法有效的掌控 就是一個難題 那這個相對會耗掉的能源 可能也是沒有辦法計算 那節電的方向的話 就是響應政府的政策 跟台電的一個推廣 那公司的品質一些license的話 因為大家都是差不多啦 就是一萬四九千啦 一些 不好意思 因為簡報的內容可能業數太多了 所以我盡可能的縮減 敘述的一個內容 那在節能的一個改善流程的話 我們主要先選定項目 那直接去判定它的一個可行性 在執行改善規劃 計畫的執行 最後做一個測試驗收 在能管組織的部分 是掛在我們產物單位 在之前做節能改善的時候 那個審查人員就講說 你們公司有沒有對節能的一些鼓勵 他們就發現 我們公司好像沒有明確的指示 有這個 那最後我們去查的結果是有的 那在員工手冊上就有明列出 只要對公司有一個團體行為的一個表現 對外有表揚的部分 就會有一個表揚 那在去年得獎之後 我們常務人員是有 確實有去申請一個獎勵 這樣子 回歸正題 那我們主要的話 能源的查核制度的話 主要有這七項 那前兩項的部分 就是我們要先做電力的一個分析 第二項的話是節費的一個方式 我們針對我們現有的 二段電價是不是合宜 那我們最後是修整為第三段 那三到七的部分 就是我們一些節能設備的一個運作 在節能設施的部分 生產類 我們的氮氣設備 就是我們廠內化學品 它在分裝 它需要靠空壓去疏鬆液體 所以它需要很多的氣體 那化學品又怕接觸到一些 外部的一些空氣污染 所以我們需要用氮氣去做氮風 那這個的節能方式的話 就是說我們廠內原先 計設有兩台氮氣機 但是它是連續進去式的 也就是說它只要一開 它空壓機 就是氮氣所需要的能源 空壓機供給的CDA 就連續運作 例如說廠內需要三公斤的空氣氮氣 那它就一直打 但是它打到三公斤之後 CDA會持續在供應 但是它已經停了 那它這個部分 它會一直Bypass CDA 它就是一個耗能的作業 那這是計設的設備 後來我們增設了一台 它是可以做一些調節的 進氣調節 它依我們現場的運作壓力 變化去做調節減載 降低一些耗能 那我們的計設設備 是不是就這樣子停擺了 不是 我們還有針對它做一些修改 這是我剛才介紹的 淡氣主要的話 就是供潮車的一些充電 或是維持統潮的一些淡風作業 這是設備的一個設置流程 在增設的部分 我們增設一個節能設備 那它採用的進氣是用週期式的 那我們可以依我們的需求 場內的運作狀況 去調節它的一個進氣週期 可以減少CDA的進氣 那相對的CDA的進氣減少 它的運作負荷就會下降 就可以達到節能的效果 這是新設的部分 那計設的部分 兩台氮氣機的部分 我們增設了一個壓力控制器 那新設跟計設的部分 我們作用做切換的作業 當我們產氣需求比較少的時候 就用計設的 然後利用它的壓力控制器的部分 讓它也是會有啟停的作業 也達到我們的節能效果 這是節能的運算 那以新機的一個耗電的話 它相對的耗電是比較小的 所以預計設備的一個攤體的話 是2.2年 接下來就是大家常會遇到的 室內照明 那室內照明的部分 那室內照明的部分 在102年我們台灣玻璃設置開始 廠內都是用 這個部分是我們針對廠內的二線式的一個電控 增設的一組監控電腦 然後設置在守衛室 它主要監控全廠的運作 那剛才有講了 廠內並不是連續24小時或是假日的運作 那這部分需要有人有效的管控 廠內的照明的部分 我們去量測結果是117.6千瓦小時 在這個問題的部分就是說 通常我們都是針對問題的發生 怎麼樣去做一個節能改善 那計設的話 就是原先的一個廠內 有這個Panasonic的一個二線式的照明控制 那它本身需要人員去設定群組 然後它要進一個人機界面 它的操作非常的複雜 但是當廠內人下班了 他說二樓 RD二樓它的所謂的員工休息中心 它要運作 哇 廠內沒有設計 設置那個開啟的時間 那怎麼辦 那那個時候遇到的問題就是 直接on call 這個 現在哪裡要用電燈 它沒有辦法運作 我們就想說 哇 完了 如果說這樣子的話 天天在接電話 那這不符合我們的效益 而且使用者可能也沒有辦法立即使用到 甚至他可能要關掉電源 他都不知道怎麼弄 後來我們增設了一個圖控系統 這個圖控系統就是把剛才 它的人機界面整個拉出來 我們把廠區所有的區塊設置一個群組 這個群組就直接讓所謂是在螢幕上點 可以馬上的關燈跟開燈 那這個部分也可以做一個Timer設定 群組的時間設定之後 全場就有點像一個搖滾層一樣 哪一區塊它其實不需要人 沒有人在作業 它就自己會關 哪一個區塊說要加班 它就自己就開起來了 那這部分的話我們就是要做預先的管理 那那一台電腦的話我們預估 就是一個監控系統的話 預估是5年可以做攤體 在102年我們公司設 台灣玻璃公司設置之後 全場一共用了大概170盞400瓦的負金屬天井燈 那那個時候在建廠的時候 為什麼要設置這個400瓦 因為就是技術的問題 那個時候LED燈也不是說那麼的普遍 那個時候有去測試說它的一個LED燈的照明度 還有它的壽命還有穩定性的部分 確實還有它的成本都太高 那在設置完之後的兩年 我們發現有陸續損壞了 或是說有一些換燈泡 或是說我們特定區域它是經常性運作 那它這樣子耗電好像不太符合效益 所以我們針對連續作業區 黑昌衣到三樓有做一個LED天井燈的一個更換 那這個效益的話 預估是在2.4年做一個團體 那這個節能的部分的話 實際上它的效益並沒有特別的顯著 但是這個可以推薦給各位就是說 其實許多東西它除了效益以外 它有一個環保責任的部分 在我們工廠設置了一台 Atalas的一個CDA 空壓機 那它設在頂樓之後 它本身 它是無油空壓機 它本身它運轉的時候的熱能非常的高 那它需要一個風扇 它本身就一個風扇 一直連續的散熱 那它會產出很多的熱風 那那個時候就是在 烏凸的百葉 旁邊這個百葉就直接排出去 那我們在巡檢的時候發現 哇 這個熱氣怎麼那麼熱 它是主管就想到說 是不是它有它的一個價值 那我們就針對這個熱去想說 怎麼樣去拿來利用 那一台設備在這邊 那它直接外排 它雖然說沒有什麼環保的問題 因為它只是設備的熱風 但是我們把它配風管 配到這一台 這一台是大樓的外氣空調箱 當我們外氣空調箱 室內的一個金壓值設定 它需要做補氣 它變頻的補氣狀況的話 它會吸引去外面的新鮮空氣 但是 當我們冬天的時候 因為我們位於桃園的觀音 那是冬天是非常冷 那發現說這個熱氣 我巡檢的時候我寧願站在這裡 吹一下熱氣 但是這個熱氣如果說倒回來空調箱的話 冬天整個空調系統的一個加熱 它可以有效的節能 但是實際上它的熱風的熱質 跟它的能源效益來講 不算太高 但是它可以 也是可以拿來利用 所有的節能作業除了硬體以外 就是要有一個smart的控制 那你如果控制不好的話 就會變成 勞民傷財 也就是說你 人要一直去管 一直去操作 甚至一直去 maintain 那我們廠內就有一台中央監控系統 那監控系統它還算蠻完善的 所以我們針對它原先的室外空調箱 增設一個控制風門 應該說它的一個風管的一個控制圖 那廠內針對我們的設計溫度 室外溫度15度 或是室外溫度20度的區間 我們用damper的部分去控制 讓空調箱去吸取 當它到15度到20度間 我們就會有熱源給它 它做一個自動的一個節能 因為熱風的熱質實際上它的相對效能沒有那麼高 所以它攤體是我們廠內這次節能的部分 時間最長 接下來的話就是 我們廠內一個倉庫化學倉 那它本身的話是有一台空壓機 它持續做一個送風降溫的作業 還有這個強制通風有6顆 自然通風也有6個 那化學倉的話最怕就是靜電 火源 那 目前的話這個鐵皮屋它本身的夏季的話 它溫度會飆到33度 35度 那我們發現說一直用這種空調 然後連續送氣連續排氣 太耗冷 那不符合效益 後來我們偵測了一個灑水降溫系統 那灑水降溫系統的話 預估是在 實測啦 實測大概可以到2點多度 那可以有效的降低環境溫度以外 又可以讓我們化學倉的一個濕度控制 降低一個靜電的產生 那這是一個修改前後的圖面 在控制的部分 我們設定28度 它會做一個自動灑水 那灑水的時間我們用設定20秒 那停止90秒 那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它是自動 算是監控系統 我們可以依我們實際的狀況去做一個 上下調整 那符合我們場內的一個運作需求 在攤體的部分的話 是1.2年就可以回收 那我們的廠本身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自動倉儲 那自動倉儲它本身是半開放式的 也就是說它本身廠整個建築物裡面 它需要很大的通風 化學品倉它一定要很大的通風 但是它又非常的大 那你通風扇要連續24小時一直這樣子開著 好像又不符合實際效益 那遇到的問題就是說 當南風天的時候 開放式的空間 它地板跟一些固體 固體物它表面會截入 然後截入的話就影響我們的產品 的裝箱 一些設備的一個損耗 這是一組自動倉的一個正式的圖 那這裡一共有三組自動倉 那我們發現這個送風機一直送不是辦法 我們就想說怎麼樣去控制這些抽風機 能讓它達到基本的效果 又不去耗能 那我們主管就發現說 其實截入很簡單 它本身就是氣體的三態 當它錄點到的時候它就會截入 那就是室外溫度跟室內溫度的一個相對值 所以我們就針對 室外溫度的一個 露點 跟室內的溫度的一個露點 當它接近 的時候 我們自動系統它會加開 那平常的話我們只開一半 那這樣子的話 相對的運作的用電就會有下降 那增加這個控制的話 大概預計是1.2年就可以回 在102年到104年的部分 我們的一個節約率 大概也只有1.7到2.02 不算高 但是在一個新設的廠房 它要從 設置完之後馬上做一些節能改善的話 是有它的一個 有它一個 需要執行的一個魄力 以上是我們這邊節能的一個item 相對的話 預計在整體的回收年 現在2.07年就可以回收 在回收的部分的話 實際公秉油當量的部分只有10 跟前兩家是確實是太少 算是小之又少 但是節能部分的話 許多 許多都是需要 執行單位的一個 算是說 願意為公司去推行 一般常務可能就 我retain的工作我完成就好了 那公司消耗 反正公司也不知道 那我只要運作好我的設備 我不要出設備的損 就是故障就好 但是如果說 節能能管人員 他針對他的一個用電 他覺得 可能有更好的一個想法的話 他提出來 就是對一些 對節能有相對的一些貢獻 那以上是我們公司的一個節能報告 謝謝